情人的相处不是那么简单就能明确地出谁对谁错的 你觉得我妈妈很凶吧 谁也没有想到34岁的魏达勋最近不仅与女友秦岚进展稳定 失业也忽然大有起色 而且她这次爆红还非常魔幻 因为在洋洋主演的言情剧《我的人间烟火》中 以特别出演的身份演了男三号 而不料艳压了对方 她诠释的梦念成是沙发果断的商界大佬 却被催得成为古情备胎 虽然每期出场只有五分钟 但为大勋确以另类的清爽赢得了一片贺彩 风头完全盖过了官配C皮 有人统计7月开篇至今 她因为这个角色上了70多次热搜 是实打实的爆了 而事实上魔幻的鬼圈 之前也有不少完全碾压主角的角色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 他们到底有什么出气至盛的绝招 一 男二 碾压男一 要么长得帅 要么演技绝 其实说到男二能秒杀男主 无非是几个原因 要么像魏大勋这样艳牙 要么演技能打 再又就是人设太好了 说到古早的用脸甩迎男主的人 还是20年前的古装剧 雪花女神龙中的乔正宇 他当时饰演的欧阳明日 并非该剧男一后 但是如今大家再提到此剧 想得最多的男性角色 依旧是他 可以说乔正宇 用自己天涯似美的颜值 近乎完美的诠释了 什么叫做墨上仁如玉 公子 十无双 而是演男一后 司马长风的任天野 虽然看起来颇有大侠风范 却并未被观众记住 如今他仍在影视圈活跃 且早已转型硬汉路线 出演了不少军旅剧 今年已经45岁的叫真宇 虽然也同样走下了巅峰时刻 但资源仍在 每年都有新作出炉 2017年根据郭敬明 作品改编的电视剧 《夏之未至》播出 那一号是当年他力挺的陈学东 陈学东的成名都和郭敬明不远远颇深 但遗憾的是尽管被力推过 他却始终无缘大红大紫 其实论颜值 陈学东也算低眼帅哥 但在该剧中 却被非低眼帅哥白敬廷比下去了 至今仍旧有人认为 白敬廷很普 但不得不承认的是 在《夏之未至》中 他以暖男陆志昂一决逐渐从红 如今的他早已经从男儿 蜕变成可硬汉 可婉约的男主角 最近还因为和宋依的恋情愈发活跃 同样情况发生在公斗剧 引起攻略的男儿好徐凯身上 他当年在该剧中饰演的附衡 也是人设极好 同时还夹杂着与女主角 魏英洛爱而不得的遗憾 因此热度一度超越男主角的饰演者聂远 成为当年大夏天最大的一男品 只是徐凯自然长着一张帅脸 且资源很好 随后就陆续和周冬宇杨幂的热门大小花合作 却始终没能翻红 同一年播出的古装剧 《香蜜沉沉浸如霜》也一样 古风顶流 罗云七饰演的男儿好润玉 虽然他的戏份不算最多 但却因为温润如玉的人设 以及不得善终的结局 骗得观众大把眼泪 男主角某轮也应该去爆红 但罗云七仍旧是不少观众心中的白月光 这也使得他的事业走上了新高度 还有2021年播出的长歌型 刘宇宁饰演的冷眉杀手男二号号都 热度也一度秒杀迪丽热巴和乌雷的CP 与张露丝甚至还传出绯闻 而除了以上棋位都是凭借帅林或人设 把男二号演的比男一号还火 还有不少男演员完全是靠演技征服了大众 翻详非常好的古装剧 《知否知否》 应是绿肥红兽中 有朱一龙饰演的奇功夫二公子齐恒 就是这样的存在 剧中他背负着精神第一美男的圣名 同时自小识文弹字 知书达理 却从没忘记努力靠自己去考取公民 人设上齐恒就是完美的 但更觉得是朱一龙的权势 他的一颦一笑举手投足 都在向外俗说着 什么叫做谦谦君子 温润如玉 如今他凭借电影消失的 他再次引起关注 甚至让官媒点名赞扬 也能说明演技确实可圈可点 和朱一龙不同的是 当年在电视剧《流金孙月》中 有情参业的陈道明是老戏骨 是作品品质的保障 因此他用并不多的戏份 就吸引了观众的目光 也在情理之中 甚至连和女主角妮妮的感情戏 都比同自家饰演的谢鸿祖 更令人入戏难忘 而以家人之名的张新成 作为95后男演员 也能在作品中一军突起 并以非女主官配的身份 博得了最多的关注 使得那一号孙维龙的存在感变得极低 当时张新成用极端枯戏 细腻地完成了人物形象的塑造 如今再看仍旧令人动容 今年年初也有一部现象级的作品狂飙 而剧中饰演男儿号高企强的张宋文 能大喜晚成 考得也是实力 由于此剧当时热度太高 甚至之后还有人扒出张宋文与张艺当时的片酬差距 以此来尝试为前者鸣不平 昨天张宋文对于角色的理解和塑造是多么成功 二女二碾压女仪 要么凭人设要么纯艳芽 除了男演员 一些影视作品中的女二号 当然也有艳芽女一号的例子 最近因为被曝出轨 霸凌工作人员而上了热搜的张艳艳 就曾在2001年演过一部 让她至今吃老板的作品 武林外食 当时张艳艳在剧中饰演 可以用天选之女评价的女一号朱七七 容颜俏丽 天性单纯 背景惊人 还与男一号省金恋人沈浪 有着剪不断离海乱的感情纠葛 但是朱七七却被王燕饰演的女二号白飞飞 掩盖了所有光芒 当时就有人认为 大家对于白飞飞的过度关注 完全是因为王燕年纸太高 因此加持了对于角色的喜欢 甚至直到今天 还有人在为王燕当年不演朱七七而觉得遗憾 2014年播出的都市剧《克拉恋人》中 当时尚未成为一线小花的 迪丽热巴以女主权米朵的闺蜜高文成功刷了一波存在感 而这样的结局造就了饰演米朵的唐燕被艳压了一头 确实当时只有22岁的迪丽热巴顶起十足 而且能够感受到她没有什么偶像包袱 完全是自由发挥 反而非常出色 从一堆绿茶玛丽苏的角色中脱颖而出 唐燕则一直沉浸在傻白甜的人设里不温不火 没有太大的改变 因此被埋没并不稀奇 而一号迪丽热巴同样来自新疆的大美女古临纳扎则恰恰相反 因在2017年播出的古装剧《泽天记》中 她却被饰演妖族公主白洛恒的吴倩比下去了 当时吴倩尚未陷入感情纠葛 也正处于演制巅峰时期 她零七十足的表演 也将校公主前后的变化难力到位 非常亮眼 甚至有人觉得 吴倩演的白洛恒与陆海饰演的男主才最有CP感 除了颜值比拼演员的最大武器当然还是演技 同样因为演技好 而因而女儿好出圈的也大有人在 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伪装者中的宋毅 当时她属于要颜值有颜值 要身材有人才 要演技也有演技 尽管后来接受采访时 宋毅表示 自己接于艳丽这个角色之前 正因为发展崩壁准备转行 但好在因为余玛丽这个角色 她成为观众心中的新进气泡女神 事实上伪装者中 男女好的官配是王乐军饰演的陈锦云 原著中她是优秀且漂亮的大家闺秀 还裹着一股好气 但剧中的陈锦云显然是失败的 她的戏份不多 人物也并不饱满 甚至可以说可有可无 但实际上女演员王乐军 原本的戏份是不少的 只是比较遗憾的是 在拍摄期间和胡歌合作一场 逃离宪兵追捕的戏份时 她不小心摔倒了 而同样摔倒的胡歌还将头重重宅在王乐军的锁骨处 导致她骨折了 肩膀随即被打了七个钢钉 那之后 王乐军的全部戏份都正能在轮椅上拍摄 且剧组也在不得已的情况下 架中了宋艺的戏份 因此王乐军饰演的程锦云 才看起来不伦不类 有着女主角的标签 却没有女主角的待遇 她也一度遭遇不少负面评价 却从来没有出面为自己澄清 那之后 她的事业发展非常平淡 而宋艺则一路走高逐步成为一线小花 口碑也不错 同样的情况发生在金陈身上 伪装者播出的同年 她主演了奇幻剧《无心法师》 饰演女主角李月牙 而但饰演女二号乐器 罗德陈瑶却声声枪女二号演成了女一号的样子 尽管在演织方面 她并不如金陈 却以灵动的演技和经验的造型 艳牙四方 除此之外 2020年佟丽娅主演的这场剧《完美关系》中 也被女二号陈述艳牙了 但这里说的艳牙并非单指颜值 毕竟两位年龄有差距 走的风格也不同 但陈述演的斯戴拉却是最有存在感的 她是公关区内女魔头 一出场就作风强势 却沙发果断 绝不拖泥带水 演神戏也非常坚定 和佟丽娅的摇头晃脑式演技 形成了鲜明对比 而无独有偶 当年在《完美关系》播出的五个月后 一部曾经和她有关的三十而已 一下子爆了 原定该剧女二号顾佳就是佟丽娅的 但她的粉丝在德之后不满 给江苏颖做配角 便公开抵制 最终导致她做过了这个日后 屡次获奖的大爆款 而童谣在拿到三十而已之后 却因为顾佳这个女二号 成功碾压了江苏颖饰演的王曼妮 甚至这连女三号毛小童饰演的钟晓芹 看起来也比王曼妮更有味道 但是这并非江苏颖唯一一次被碾压的女主角 因为同年播出的古装剧《清平乐》中 她的角色也被九九花仁敏饰演的赵辉柔 轻松夺取风头 仁敏当时凭借这个角色被外界封为 九九后演技之光 无论是造型还是人设都非常拉好感 而江苏颖呢 那之后又陆续拿出《花乐颂3、4女士的法则》等电视剧 却遭遇频频吐槽 尤其是《花乐颂》中 她的热度也不及女二号 饰演方止衡的杨彩玉 难怪外界江苏颖评价为 怎么捧也捧不红的女演员 她自己也曾出面硬杠 又因为任性的态度 丢掉了不少路人员 吃这地方爱你 那个国益 要还有一位 现在你需要的材购泄 因为荐购泄